今天这期影片我会介绍给大家Canva最近发布的六大功能 能够提高你制作设计的效率 也能够让你制作出来的设计更加有创造力 更能够吸引观众 Canva是我一直在使用并且推荐给大家使用的平面设计工具 我会使用Canva制作出很多的摄像媒体内容 还有我的影片素材等等 所以如果你也是一个摄像媒体内容创作者 这期影片介绍的功能对你一定非常有帮助 哈喽大家好欢迎欢迎我的朋友我是 Grayson 如果想通过YouTube频道在网上导致一个人品牌 欢迎对我频道是完全免费的 在底下描述完也有很多进入的配合新的工具 首先这个功能就是深色主题的界面 Canva现在也提供了深色主题的界面 如果你平时比较习惯看深色主题的界面 那么Canva这新功能就非常适合你 先我会教大家如果找到这位设计 先我找到Canva首页 我点击右上角头像 然后选择账号设定 然后在这里面你就可以找到主题 这里面会有三种选项 首先第一个就是与系统同步 这就代表着如果电脑系统在设定为 过了某个时间点就会自动变成深色主题 那么Canva就会和你的系统进行同步 也会在那个时间点切换成深色主题 现在我使用的就是浅色的主题 然后可以选择这个变成深色主题 下面就可以看到我的界面已经变成深色主题 这个就是深色主题装备下Canva的首页 我可以点击一个我之前的设计 这就是深色主题装备下的编辑区的界面 如果想切换回浅色的主题 还是一样点击右上角头像 然后点击账号设定 这里面找到主题 选择前色 这样我的界面又切换回了前色主题 第二个功能就是快速建立 这个功能非常适合于在摄像平地上非常活跃的创造者 如果想要快速地做出在不同摄像平地上的不同内容 那么Canva这个快速建立的功能就能够很好的帮助到你 首先在首页上面选择摄摄像媒体 然后找到这个快速建立 这里就会做出一些解释 这个是为摄像媒体建立一系列设计最快速简面的方法 你就需要新增一些影像还有些文字 然后选取范本 并且选用你喜爱的风格就可以了 你可以为所有摄像媒体运用程式 同时建立最多8个设计 同时如果是CanvaPole的用户 你可以新增标志 或者是使用品牌工具组的字型还有色彩 我们点击开始使用 这里首先就需要让我们选择格式 这里总共会有8个格式 我可以选择Instagram贴文 然后Instagram现实动态 还有Facebook封面 还有电子邮件标题 之后再选择一个Lindin的贴文 然后选择继续 这里我们需要输入文字 首先第一个框就需要你输入正文 正文在这里 底下一个就其他文字 其他文字就在底下 例如我现在就输入了正文的文字 如何用社交媒体打造个人品牌 接下来我需要输入偶外的文字 现在我都输入完了偶外的文字 然后可以选择继续 下面就需要上传一个图片或者logo 你可以连这里上传 或者是使用一些你自己上传的图片 下面就上传了一个我频道头像 然后选择继续 然后大家可以注意到这里有品牌工具组 如果你是CanvaPole的用户 你就可以新增你品牌工具组里面的logo 或者是说你品牌工具组里面的颜色 然后选择继续 甚至这里就会提供给你一些范本 然后在这里还可以选择一些类别 例如卷月风格就这个 我们再选择点摇风格 点摇风格就这个 然后你可以选择继续 这就会让你选择样式 这里有原创的颜色分配 或者说你品牌工具组里面的颜色 你也可以使用其他的颜色搭配 比如说我选择这个 现在所有的颜色都变成不一样了 我就变成了另外一个颜色搭配 你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一个不同颜色 然后你可以选择自己的搭配 这里有个这个原创之星 你可以选择建立自己的样式 然后我们选择完成 现在这里就会告诉我 我的设计已经好了 我可以点击下载 第三个功能就是自动输入 自动输入这个功能 能够帮助你节约很多时间 能够让你以最短的时间 去做出最好看的设计 想要开启自动输入的功能 你需要在键盘上面 找到斜杠的这个按键 当你按了斜杠之后 这里就出现自动输入的区域 我可以在这里面输入一些文字 例如说我搜索彩虹 这里有更进阶的类别 例如图像 照片 还有视讯 首先我选择图像 这边就有关于彩虹的所有图像 我可以选择一个 然后可以再按住斜杠 我再输入一个文字 例如美食 这一次我选择照片类别 这边就有所有关于美食的照片 然后在这里底下有很多类别 例如文字 线条 箭头 圆圈 还有不同图形等等 例如我选择折线图 这边就自动跳出一个折线图 所以通过这个自动输入的功能 可以让你非常快速地找到 你想要的功能 第四个功能就是 文字背景效果 这是CAMMA最新出的文字效果 能够让你给任何的文字 加入背景效果 并且做出不同的条件 例如现在我一端文字 我选了这个文字 选了效果 这里找到风格 这里可以找到背景 下面就可以看到 这个文字的背后就有层背景 你可以修改一些属性 例如第一个就圆弧 当你数值越小 它的圆弧程度就越小 当你把数值调到最高 就变成完全的圆弧 第二个属性就是扩张 当你把数值调到越小 它的扩张程度就越小 它的背景就越贴近文字 当你把数值调到100 它的背景就越远离它的文字 然后你可以调整你的透明度 这里可以调节背景的颜色 你可以变成不同的颜色 第二个功能就是自动对焦 大家平时都会觉得 那种非常用紧身感的照片 显得非常专业 但自己手里只有一台手机 没有办法拍出这样的效果 没有关系 开码之后快速对焦的功能 能够帮助你的照片快速加入紧身 调整照片的焦点 把照片的背景还有前景 加入模糊化的处理 提升整张照片的画质 像我准备了一张照片 我选择这张照片 然后选择边境影像 在这里下 你肯定也会喜欢 找到自动对焦这个功能 因为我是第一次使用 所以在这里他就会介绍 自动对焦这个功能 是怎么样的 然后选择使用 下面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我这样照片 它的背景就被模糊化了 我所有的视线 都集中到了这主体上面 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些调整 例如可以调整一下模糊强度 你把数值调到越大 它的模糊程度就越高 数值越小 它的模糊程度就越小 例如现在数值是零 就没有模糊度 然后它也可以让你调整 模糊位置 例如我把数值调到最高 才就把我这个人模糊化了 调到最低的时候 就所有的物体都模糊了 你也可以选择重设 就回到了最开始的状态 在你所有设置完之后 你选择套用 第二个功能就是 录屏滤镜 开放不仅能够让你制作出 平面设计 同时能够让你进行录制 你可以录制你的屏幕 或者说通过你的摄像头 录制你自己 现在你可以在录制过程中 加入滤镜 其实我会展示给大家 如何操作 如果你想开启 录制自己的功能 你首先需要进入一个 编辑页面 然后选择上传 这里就录制自己的选项 然后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我已经开始录制自己 这里有个选项 就是滤镜 这里会有非常多滤镜 供你选择 例如我选择这一个 我的画面满上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可以调整一下它的强度 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例如我选择这个 我的画面又不一样了 大家可以多尝试一下 找到你喜欢的滤镜风格 当你把鼠标 移动到这个类别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在右边还有更多滤镜 你可以点击一下 这就会有更多滤镜 然后在右边还有个效果 这里就会有美颜的效果 你可以调整一下美颜的强度 希望今天这情片 介绍的开码追星功能 能够让你制作出更好的内容 提高你的效率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今天介绍的6个功能里 哪一个对你最有用 我想体验一下 开码Po的功能 可以使用我评论区链接 去免费使用30DNC Pro 如果想了解 更多关于开码教程 可以去看我这些影片 为你觉得这情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赞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关于开码内容 欢迎来到我频道 如果想要更多互动 可以关注IG 在底下的毛述 也有很多精力配合相用工具 那么下次再见 拜拜